音樂 動感熱舞表演展現運動的利於美 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 將在明年5月份舉辦 相關籌備工作也如火如土展開 台北市政府與新北市政府 正式對外招募賽會所需 1萬2千名志工 第一波已累計3600位志工 投入賽會服務 台北市副市長林奕華 與新北市副秘書長龔雅雯 也手拿市狀運吉祥木娃娃 號召民眾加入志工行列 由於在疫情沒有舉辦市狀運 那這次呢很特別 又是剛剛主持人講到 是第一次在亞洲國家舉辦 我們要不要把它辦好 一定要 因為第一次在亞洲喔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讓市狀運 在亞洲的國家 讓大家看到我們雙北的能量 而這個部分就要非常感謝 因為其志工就是一個活動 舉蛋能否成功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 在過去其雙北辦過各種的運動賽事 都是靠大家幫忙 不然從聽澳 從市大運 甚至呢花博 那反正新北辦全國運等等 各式各樣的運動賽事活動 都是靠志工 那這次因為非常有大量的來自國外的朋友 所以我們這次不只是需要場館志工 也需要行政志工 也需要語言志工 所以我們總共需要一萬兩千最少 最少最少要一萬兩千位志工 那今天呢其實到目前為止 蜀恩局長跟我講說 我們招募之工已經也達三千七百位左右 所以希望能夠在很快的時間 在今天啟動招募 我們很快就可以達標 那我們已經充滿能量了 這給大家看 但我們這會有一個正式的一個吉祥物 我們的 那非常非常可愛 但這還是一個第一支 我們還在改良中 還在改良中 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北字 那兩個顏色就代表雙北 所以我們再來從今天開始 一波接一波 會有很多的活動 也希望市民共同的響應 那實際上在雙北的一個團隊 這樣的一個合作目的裡面 我們非常有信心 可以在明年的市狀運上面 帶給大家 真的不只是在賽事的各項的安排 我們結合了觀光文化還有國際交流 那上次在上禮拜 侯市長特別講說 我們這個吉祥物啊 他沒有告訴大家什麼名稱 剛剛一華步驟有講 我們要稍微賣個關子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顏色 有藍色 跟一個非常好喜的一個粉紅色 那其他代表什麼 藍色 我們自己解讀了 包括我們今天的衣服 他代表什麼 活力 還有健康 那粉紅色代表什麼 熱情 這個部分 也如同我們的 要用我們的熱情 來邀請來自於世界各地 那我們預期 我們希望能夠邀請到 超過110個國家 預期也超過應該有4萬的參與 那但是這件事情 真的 如同我們今天 志工的啟動一樣 我們在所有賽事 跟活動裡面 其實 在所有的一個場合裡面 除了我們參與活動的選手以外 最美麗的生意 一定是我們所有的志工朋友 所以我們需要大家 共同一起來參與 那而且實際上透過我們的志工朋友 其實可以達成我們更多 其實在競技場上面 以外的一個友誼的一個連結 所以真的是需要靠大家 一起來幫忙 社會局長姚淑溫表示 志工服務將分為場館行政 即語言三類服務 以30人以上志工團隊 團體報名為優先 個人也可以透過台北市 志工管理整合平台 線上報名 我們這次是來自於 國際的下一次 所以在語言的志工的部分 其實需求是很多元的 那除了一般我們 可能理解的英文之外的話 包含畫文 德文 或是其他相關的一個 列別的一個語系的話 我們都歡迎來參加 報名我們的語言志工 我們在這一次的活動裡面 我們希望至少招募 一萬兩千位的一個志工 所以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上 我們希望能夠 越多越好 那我們從現在開始 到我們十月為止 如果縱使超過之後 我們還是希望 我們志工的力量 能夠越來越強大 只要年滿16歲 不論是學生 或社會人士 都歡迎報名 串聯各路 英雄好漢 心懷勢壯運 投身志工服務 共同成就一個友善賽會 記者領席會 台北報導 好久沒有人沒有